李沐玄下跪自财求陆景原谅 陆景,修了一辈子,落个自财 一人之下漫画第688话已经更新 李沐玄这次解怨,很容易让人联想到 《倚天屠龙记》里面最后谢迅在少林寺解怨 最后谢迅是被他所杀害的死者家属一人一口唾沫 一个巴掌来了结仇怨 但是二者之间事实上有很大不同 以谢迅解怨作为基准的话 李沐玄解怨的难度会有一些容易和困难点 首先讲容易的地方,也就一点 谢迅杀了人,而且是很多无辜的人 在什么时候滥杀无辜都是大姐 李沐玄是戏弄,并没有直接杀伤人命 所以直接上手要他的命是不是太严重了 当然,如果考虑到是可杀不可辱的问题的话 又要重新计算 清竹怨软韬就是个例子 然后是困难点 谢迅能被死者家属原谅其实背后有很多原因 而李沐玄没有这些 比如说谢迅此时是跟天下英雄讲了自己是怎么被陈坤陷害 然后通过杀人犯案来逼陈坤现身 现在谢迅致残陈坤,报了仇 然后废掉一身武功,还给陈坤 当事人已经被种下了谅解的种子 而李沐玄呢? 没有这方面的理由,单纯就是自己不当人 然后在图师大会上谢迅的义子张无忌 此时刚刚破解金刚伏魔圈 打败了少林实力最强的三者 表现出了天下第一的武功实力 张三丰一是年纪大 二是不出山 此时天下第一就是张无忌 你觉得你打得过张无忌吗? 虽然谢迅说了不允许张无忌事后寻仇 但是说不定哪天他一时悲愤就来找你 索命不是没有可能吗? 而且张无忌还是天下第一大教明教的教主 明教什么实力 不仅有一大帮武林高手 还是上百万的军队 而且明教形势可是肆无忌惮 横行不法 唯一笑说的 人家张无忌不出手 杨潇泛尧唯一笑五散人来找你麻烦你也受不了 你此时报了仇很爽 但是下半辈子你可能就会活在京剧担心之中 当事人真的感冒着这么大风险去杀了谢迅吗? 权姓虽然也是魔教 没有名教这么凝聚这么强的实力 李慕璇也没有天下第一的义子撑腰 当事人也许有顾忌但并不多 等其他人都不在意李慕璇这个人的时候 真的会感慨时间能抹去一切 尤其是太平盛世真好啊 近八十年的太平盛世缓和了多少矛盾 解决了多少冲突 更阻止了多少祸端在阴暗中萌芽生长 李慕璇当年做这么多烂事求得无非是别人 尤其是三一门左门长的注目 像他人彰显自己的不一样 多么自意张扬 可到头来又受不了待在聚光灯下受众人打扬 时过境迁才发现李慕璇也不过是个NPC罢了 玩家完成任务后又怎么会记得呢 何况李慕璇造成的严重后果 李慕璇看起来很重要的假象 完全是因为他遇到了真正的祸患无根生 和真正的大人物左门长 就像手机挂件丢了人们很难过是因为手机丢了一样 又想想赵总自己称自己手段低 觉悟高 与赵总同时期的这群高手段的天之骄子们搅弄风云 意气风发 可在当下回过头来再看 这群人与稳定局势可没起什么主导作用 而三十六贼所做的一切也不过是地球昂暗这款游戏里面的一条小支线罢了 真正能够左右局势 参与时代变迁的还是像赵总这样无穷无尽的低手段人士 说八奇迹是取乱之术 只占人口极少数的艺人所拥有的艺能又何尝不是更广义上的取乱之术 这一话的走势看 路里不一定会有大战了 有的话 也是点到为止了 陆瑾的仇敌本就不是李慕璇 而是无根生 能接他回去养伤 而不是当场抽皮八股 就已经不是极恶如仇的陆瑾会做的了 再加上这一话这种人人都放下的基调 老刘旁边的和尚应该不需要猜了 大概率就是个路人甲吧 就是公司找了和老刘一起去找人的 说是找人 其实就是劝人 谁要是还有很大的仇怨 也不要去找李的麻烦了 既然是要劝 就要找个有分量能说得上话的 所以找个老和尚吧 这个张大师就是当年被绑架的那两个小孩之一 所以这样故事就闭环了 起因就是李抓了这两个小孩冒名顶替 才导出后面的三一大事件 现在小孩子已经出现了 过得挺好 也不怨恨了 这次算是闭环了 至于后面 按理说 单独话这几话 就为了给李平事 相处退团这么个设定 结果就真的只为了退团吗 希望这是完不了 后面会牵扯出其他事情吧 不然这个故事安排就真的太无聊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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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